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成就攻略 蒙德开图12-14 总理最好的剑,启动牵引擎,赛希莉亚苗圃 蒙德15-25 向无敌大卫王之敬朋友变天下每天雷胜财 Quest Clear剑袭修勇者Quest Failed 威变风土元神成就权收集 1.0-4.4共1185个 已完结,包含天地问向隐藏成就 每日任务,世界Boss及其他 后级这批成就我们需要在队伍里面准备一个冰元素角色 以着雷元素角色 回一个火元素角色 然后我们打开地主 来到达巴乌帕古的这个TP点 到了TP点 然后我们不用动方向静止朝前走 然后跳下悬崖朝前面飞 飞行途中就能看到我们的 热物七行标志 我们多莱豪帝的博士对话 保达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把镜头撞到西南方向 沿着一条路朝上面走 到了这之后 我们顺着石头走 不是 来到这些柵狼旁边 进去 来解锁借着防备 这里有多大五来 我们先清一刀 好,清完之后 晃出人元素角色 把它点亮 第一层封印就消失了 然后我们把镜头撞到东北方向 走回去 沿着这条路下去 然后贴着这个山脊走 然后贴着这个山脊走 爬上去 不错,掉下去了也没装血 沿着那条路走 走上来就行 在它左边那条路 小艾米左边那条路 来到这之后 我们把镜头撞到南方向 来到这个 大的 转场前面 这里也有抓我 来,我们清一刀先 清完之后 顺便提一嘴 内有一个 针罪宝箱 然后我们有火元素角色 把它点亮 好的,第二层封印也消失了 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最台时的TP点 回到TP点之后 我们把镜头撞到我们的东方向 静止朝前面走 来到这之后 我们贴了三体 贴了左边的三体 把镜头撞向我们的 北方向 来到这的擂台 这里 我们需要打擂台 好的 来 我们开启擂台 这里被我不小心计划了 我们用冰原锁角色 把电路防备激活就行 然后我们把镜头撞到我们的西南方向 走回去 压 回到最台时的那根剑宠里面 去拿我们的华丽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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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跟上打 不能获得我们的第一的散就 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四眼甲镜TP点 到TP点之后 我们把镜头撞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走上 借做小杀 我们要过去 刷伤之后 把镜头朝北方向撞 来 打我们的借的仙灵 上这仙灵归位之后 我们就能生成风掌 做它去马斯特交 镜头归位之后 把镜头撞到西北方向 我们的下地仙灵在处旁 也是来蹭一下它 之后顺着它的路线走 好的 最的仙灵归位之后 我们把镜头撞到东北方向 去悬崖最顶点 真是极劲在你 然后我们摸一下它 跳一下 继续把它往回岗 这个宝箱你们可以上树拿一下 从树上跳下来 放在那几头树 下地仙灵归位之后 这里会生产业的风掌 我们飞上去 然后进入这个月牵隧道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下一个成绩了 我们就会来到马斯克家 我们去开一下那个深渊 之后就能直接传送过来这里 TP过来 来了深渊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奔狼岭上方界的TP点 到了TP点之后 我们静止抄前走 提嘴 让队伍里面配一个风角色 因为我们要激活风帮碑 然后前面走 看见一个仙灵 我们先来 打碎仙灵围绕的这块石头 打碎之后 把镜头撞到 我们的北方向 最好有一个仙灵 区别安全距离 63084方单元 我们把它送回去 嘿 嘿 好的 这一只仙灵送到之后 我们把就到前面走 狼方向 我们把镜头撞到 这里有风方背 我们用风元素角色 激活一下 如果没有砂糖的话 用风阻从旁边的墙爬上去 沿性 进去把它激活 然后我们转到西北方向 这有一块大石头 我们把它击碎一下 这 这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仙灵 我们把它送回去 然后 风方背6解锁了 我们用风元素角色激活一下 就可以升起来 这个副本 我们过来 开一下 念的提笔点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好的 这期视频的第一个成就 我们需要打开背包 然后找到食物 把它喂雷角色吃 让角色处于保护状态 就是下面会有一个 红色的状态 喂嘛 刺角色的要喂 配满之后 我们就能拿到第一个成就 之后 我们先装备背包 然后去找NPC对话 雷震NPC歌行 进行一次对话 完整的对话 这算一次 然后今天的对话 我们要进行2000次 来拿到我们的第二个成就 我这边推荐一个便于刷的点位 个是在底花洲七天省下 这个位置 到了之后 我们朝东北撞 过来和这条斗对话 他也算一架NPC 然后第二个位置 我们来到东子的副本 去找小针 应该是 去找小针 应该是 也就千元君 这是已知的两着体速刷的点位 对话2000次来拿到成就 我们的下一日船就需要天气的加持 如果以他的到期 来到这个八亮岛 那他会很简单 来到新年传向吧 我们需要去找洛雷 让他披自己 用这边缝花 就这种洛雷女物 如果任务做了 或者是 呃 这边还没开到 那可能就需要碰运气了 找一下雷与天气 我们下一个成就 需要我们回到 蒙德 这部TP点 拿到TP点以后呢 我们朝北方向 先请下台阶 去找我们接任务的这段MPC工作室 在这里我们可以接到两种任务 一种讨伐 LG名请求 提一句 这个任务是25集之后才解锁 这里才可以领任务 然后分别做10次 20次 30次 可以获得我们的 商的成就 接到任务之后呢 我们打开地图 上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 非常明显 因为是随机刷新 所以这里就不带大家走了 来到这儿 我们开启元素视野 然后找到怪物 规定时间内把它击败 我们就能获得声望点 这里有着隐藏成就 就是10分钟的内 你没有找到怪物 可以获得下一个成就 当我们的声望点 达到8级的时候 可以获得我们的 另一个成就 那好呢 记得关注再走哦 我会被启元素视野 我会被启元素视野 你不会再分成就 我会被启元素视野 我会被启元素视野